大家好 我是Tim哥 很多人說在iOS 13 它可以自己使用下載的字體 但它從哪裡下載 那下載後要怎麼用 我今天就是來一次教大家 看之前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打開喔 3、2、1 開始 教之前還是有幾個部分要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比如說你今天是想要把下載的字體套在什麼地方 IG、Facebook、LINE這些社群軟體 可不可以?不行 那哪裡可以 哪裡可以 簡單講什麼樣的人需要好了 你今天會用iPhone、iPad來做簡報的 做設計的人就特別需要 問我問題的這個人就是 很需要 沒錯你也需要 趕快教我 非常多人會覺得說 今天下載完字體就好像安卓一樣 它就可以把每個字體都可以變成自己去套用相關的字體 完全不行 那個是要越獄才可以 但事實上我們今天是正統教法 安裝第三方的字體 那有哪些字體是可以安裝進來到iPhone或iPad裡面 第一個要iOS13.1的系統含以上 第二個它的字體的部分有分三種 一個叫TTF 一個叫OTF 一個叫TTC 這三種類型的字體才可以放進來 好那目前第三方的軟體應用包含像 Azobe、Photoshop、Earthrator 可不可以用 問你 可以 答對了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在所謂的 Apple內建的Keynote、Pages、Numbers上面 可不可以 可以吧做簡報了 可以 對答對了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也可以 什麼 郵件也可以 Email的時候 對 郵件也OK 其他的就都不行了 好 講這麼多 我們就一步一步來教大家吧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我現在這次的iPhone11 Pro裡面 到底有沒有已經安裝字體了 好一樣 我先到了一般 好 那一般這邊有一個字體 尚未安裝字體 確定沒有對不對 各位 都沒有 好那我再切回來 目前你要先下載 我這邊有三套推薦的那個字型的App 一個叫做Creative Cloud 這個是Adobe出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CAD隔壁這一個 然後第三個是iPhone 第一個就是FONT這個 DINER這個App 好 一樣我先點進來 點進來以後呢 他說要不要推播通知 好 可以 那最上面這一個呢 你就可以Active 安裝它 好 好 那這時候他說 你要安裝字體嗎 好 你就按安裝 好 然後就OK了 這樣是不是真的已經裝好了 那為什麼在這個App裡面 我只教大家裝第一個 後面 我不教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其他都要錢 但是我跟你講 你裝了這第一個 它就至少有13個字型就裝進來了 哦 那麼多 那不然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好 然後切回來 你有沒有看到 字體已經進來了 這樣是不是已經安裝完成了 然後安裝完成以後呢 你也可以點進來看說 這個字體是長什麼樣子 好 比如說我點 我隨便選一個好了 這邊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的字體是 版權是誰的 這字體怎麼用啊 標準體 好 這個字體長這樣 你就可以看出來了 有沒有 好 不然我再選另外一個 好 假設是這個好了 亂選 選它 哦 對不對 字體都不一樣 有有 有吼 好 那相對的 你也可以移除它 比如說你 你覺得 未來你的字體越下越多 有一些字體你根本用不到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移除掉 移除的話 你就可以往左 然後這邊有個移除的字 按下去 它就移除掉了 回到 Adobe這一個 Adobe這一個呢 就是你要有一個 Adobe的一個賬號 那這個賬號呢 沒關係 我們就一樣 Stay by Step 我就把它點進來 那這個時候 各位 有沒有印象 在2019年 WDC呢 蘋果有自己一個 用自己蘋果的Apple ID有沒有 沒有 你可以用Apple ID 登錄進去 繼續使用Apple 然後呢 它這邊就有一個快速登錄 你也可以選擇隱藏 我的電子郵件 然後 按一下 完成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已經登錄進來了 好 登錄進來以後呢 它就說 你是不是新的用戶 然後你就說 繼續 是的 這個時候按完成 你看 就很簡單 就可以登錄進來 就有一個Adobe的那個 可好這進來 要不要啟用 啟用它 允許 這邊有個探索Adobe的字型 點下去 好 這邊就有個字型篩選器 那這邊很多的字型 你會猜出來 上面有一個非常多 五顏六色這個 你就要寫安裝字型 按下去 它就下載 問你說要不要安裝字型 要 安裝 那其實它在最上方的 這邊有個已安裝的字型 點下去 就表示說 它已經幫你安裝進來了 這個時候 我們來開啟 我剛剛說的 它在Pages Numbers 或者是Keynote上面 你可以去更換字型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開啟它 來試用看看 這個時候 我已經進來我的Keynote 我就新增一個簡報 那我隨便選一個 那選擇它以後 這邊有個點兩下編輯 有沒有 好 我就點它 編輯 然後我就輸入 拼 拼 聽 我就輸入這三個字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 你要怎麼去更換它字型呢 在最上面有個 好像一個油漆刷一樣 就選擇它 選擇以後呢 那下面就有一個字體 這個時候你選字體 你就可以往上滑 有沒有看到一個五顏六色的字 按下去 你就搞定了 我跟你講 我要教大家中文怎麼用 中文也可以嗎 中文也可以啊 好不然你教 來 我螢幕錄影你教 好 好來來來真的假的 我要踢管 好來來來來 這個軟體的叫IFONT 然後下載下來之後 點進去 它一開始會跳一個頁面 你就直接 它那個什麼STAR什麼什麼 就點下去就對了 OK然後咧 真正開始的第一個步驟 這裡有個什麼Files對不對 對 點下去 有一個Install 它這裡就一個字型了 對 反正這個就skip掉了 好 skip掉 OK 然後它就說 正在下載設定描述檔 你要允許是時候就允許 允許OK 然後你就關閉之後 我們現在去設定裡面 好 一般 一般 然後呢 描述檔 對 剛剛這個IFONT 就進來了 描述檔 然後就進來了 安裝 對 你的密碼 好 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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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這個 CAMER OK 我知道就是一個描述檔啦 它這個就會跑在 它其實就是一個字體了 CAMER 哦 有看到了 你就可以看 它的字體就在這裡了有沒有 但是你想說 我要中文啊 對 有一個網址很厲害 網址我們放到資訊欄 它要透過Safari開啟 鳳先生有很多字體有沒有 鳳先生很棒喔 真的 來來來來 然後呢 我特別喜歡 第五個這個 MAMELON 這個 下載位置按下去之後 然後呢 按下載 好 大家知道Safari 現在其實就可以支援下載 然後右上角 有一個箭頭點下去 它就在跑了有沒有 有有有有有 下載好了 點開 它就會跳到你的iCloud Drive裡面 OK好 就在這裡 好進來了 好 那我們就回到這邊 對 Files 然後上面有一個問號旁邊有一個Input 對 然後這個點下去之後 會怎麼樣 它就跳出這個問你要不要放進來 就放進來 好 然後你這裡一樣下載 再下載一次 允許 OK 好 它已經下載描述檔了 你就去一樣的動作回去設定裡面 一般 一般的描述檔 描述檔 這個 點下去 OK 安裝 就是讓描述檔可以安裝成功 沒錯 然後呢 完成之後 到Keynote是不是 檢查 直接檢查嘛 MA 有了齁 來Keynote打開 Keynote 你剛剛下次誰 訂閱我 真的 訂閱我 然後呢 一樣刷具 跟你一樣的步驟 我叫它油漆刷 油漆刷 刷具 M-A-M-E-L-O-N 對 請看 我的文字要完成了 等一下 XX 但它音樂怎麼不見了 可能是你知道中文字體 我知道有些字體 會不一樣 但是已經有變字了 真的真的 已經有變字了 那你就多試幾個 有些可能有些字不行的話 像我們在作業圖 你就多下載幾個 而且我們把鳳先生的連結放上來 比較簡單一點 大家就自己去下載 有沒有 因為它有彙整很多中文字體了 對啊 我跟你講 所以是鳳先生厲害不是你厲害啊 啊我有電書啊 我有彈書 我有彈書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蘋果手機 或者是平板 到底如何來安裝這個字型 希望大家都可以學會 我覺得其實是還蠻實用 因為我常常會用iPad 去設計我的Keynote的一些簡報 好有時候也會用手機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 對於你們喜歡設計做簡報來講 是真的很好用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有任何電話 下面留言 下次見 拜拜